优势计划如何更好地改善乡村教育 只管招不管赔 管赔生招聘有哪些猫腻 莫言开通公众号和年轻人聊了哪些话题 更多精彩 现在本期杂志天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 我们来说一说优势计划 节目9 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了优势计划 从今年起 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地方师范院校 将采取定项方式 每年为中西部的乡村中小学 培养和诉讼大约1万名优秀教师 报名参加这项计划的师范生 需要在定项的中小学 履约论教不少于6年 在优势计划之前 已经实施了公费师范生政策 这两者在减免费用 论教年限等方面都差不多 不同的是 公费师范生政策要求学生 你从哪个省份来毕业后 就回到哪个省份的中小学任教 那优势计划呢 则把这范围缩小了 从省变成了县 要求回到县里的中小学任教 这就使得教师的输送变得更精准 专家说 在公费师范生计划的基础上 再推出优师计划 充分体现了国家提高 乡村教师质量的决心 值得肯定 不过 想要真正构建高质量的 乡村教师队伍 光是精准输送优秀教师 还不够 还需要通过提升工资 待遇改善工作环境等措施 来增加年轻人 投生乡村教育的吸引力 事实上 在这方面 相关部门已经有所行动 去年 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意见 要把荣誉表彰和宣传推荐的力度 向乡村教师来倾斜 同时呢 在职承评聘 工资绩效等方面 也要给予乡村教师 适当的倾斜 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没有优秀的教师队伍 很难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咱们就希望 优师计划 能让更多优秀的教师 流向乡村中小学 让乡村教育得到更好的优化 接下来是最新一期的半月谈 文章标题 企业只管招 不管陪 管陪生 为何便填坑工 管陪生是一种企业人才培养的模式 它的目标啊 是培养企业未来的管理者 招聘对象呢 一般是应届毕业生 管陪生进入公司之后 会在不同的部门来轮岗 最后根据表现和意愿 进入到某一个部门担任管理者 对毕业生来说 管陪生 那就是招聘界的精字招牌 代表着高薪和美好的发展前景 但近年来 管陪生的风越刮越大 它也呢 开始通货膨胀 精字招牌变成了招聘噱头 一些企业将岗位进行包装 改头换面 都成了管陪生 什么销售管陪生 营销管陪生 可去了之后呢 就发现 那就是普普通通的销售员 企业把人招来之后 没有规范的培养体系 哪里去人 就要哪里丢 用来填坑 到了哪里啊 那都得靠自己来摸索 还有的企业 挂羊头 卖狗肉 用培训生的名头招聘 因为和管陪生 这个名称啊 相似 有人就被忽悠进来了 你想走呢 那还不行 得先给企业赔偿 有的公司啊 竟然将这个呢 都做成了生财之道 管陪生招聘乱象 不仅给应届生挖坑 也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 有专家表示 人设部门应该进行指导规范 形成行业公约 企业招聘管陪生 必须要有明确的培训体系 清晰的薪酬标准 要设定合理的轮岗期限 来保障求职者的权益 但咱这个毕业生啊 应聘的时候啊 要插亮双眼 不要迷信管陪生的光环 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寻找合适的岗位 可别因为管陪生 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 好 接着来说 防晒喷雾啊 是很多人的夏季必需品 不过使用的时候呢 要注意安全 否则可能引火烧身 前不久 消防员进行了一组实验 就是测试防晒喷雾的依然性 他们将这个喷雾呢 对着空中喷洒 然后打着点火器 当有明火靠近的时候 它是立刻发生燃烧 后来呢 他们又找来一个鸡腿 将这个喷雾喷洒在鸡腿上 几秒钟之后 用点火器给它点火 鸡腿表面就开始燃烧 持续了十秒钟 鸡腿啊都被烧焦了 相比传统的防晒产品 这防晒喷雾简单方便 一喷就可以 就颇受欢迎 电商平台上各种防晒喷雾 那是销售火爆 不过呢 它的安全性就值得重视 消防员说呀 市面上的防晒喷雾 大多呢 还有可燃性物质 遇到火呢 它就燃烧 而且呢 这些物质啊 还有一定的挥发性 所以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远离明火 即便喷洒了一段时间 也得要加倍小心 消费者选择防晒产品 不仅要方便有效 更要安全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 一读文章标题 这位85岁深海勇士 花样揭秘海底世界 这说的呢 是中国科学院的汪品仙院士 汪老的一生啊 都在研究海洋 特别是南海 他的很多科研项目 都是在南海做的 他说南海到现在 有三千万年了 相对于南海的年龄 我只是一个小宝宝 我要像一个快乐的孩子 在海底世界尽情地玩耍 他就真像是一个老顽童啊 在八十多岁的高龄 还热衷于啊 深海潜水 最深呢 能潜到一千四百多米的地方 这也让他成了全网年龄 最大的深浅院士 前不久 他开通了直播 就专门科普海洋知识 他把在深海遇到的 各种奇怪现象 编成一个个小故事 然后呢 像说评书一样 生动地演绎出来 面对网友的十万个为什么 他都很耐心地一一回答 而且呢 坚决不用专业术语 就尽量啊 用浅显易懂的大白话 把那问题呢 解释清楚 他凭借这种风趣幽默 平易近人的风格 很快 就吸引了大量的粉丝 成了科普网红 王老说 科学啊 是很好玩的 它有两个推动力 一个呢 是有用 还有一个呢 是有趣 只要抓住这两点 就能吸引人 尤其是年轻人 来学习 他还说 会在科普的道路上 一直走下去 让更多的人 能够通过他呀 自由自在地 省油在海底世界 好 接下来进入到下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福建龙岩 一位木匠爷爷 给孙子打造了一辆螃蟹车 灵活的蟹脚 可以逼之模拟螃蟹的行走状态 您瞧 孩子坐在车上 被爷爷拉着 一路横着走 画面相当拉风 这是用实力诠释宠爱 高铁上 乘务员拿着手机 像是在给乘客拍照 其实 这是具有红外测温功能的 手持终端机 远远一拍 就能测量体温 既避免了近距离的接触 又可以不打扰到乘客 这就叫拍照测温 精准防疫 为了应对酷暑天气 抗疫人制作了一系列的小发明 你像这几位 把冰棒绑在防护帽上 用来降温 这位大姐把冰袋捆在一起 做成了一件件冰背心 分发给和解人员 还有这位 直接把冰块当作抱枕 抱在怀里小气 这些小发明 看着让人很心疼 对这些坚守一线的抗疫人员 咱们就想说致敬辛苦了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南都周刊 文章标题 一致万元的沿学旅游 是玩还是学 那前不久 某旅游平台发布了 2021暑假旅游大数据 说这个今年暑假 沿学游呈现出火爆的趋势 相关搜索量比去年同期 那是增长了两倍以上 文章就说 以前沿学游还只是少数家庭的选择 但今年不一样 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 暑假不能报班 孩子又不能只在家里待 于是出去沿学游就成了一个选项 很多从前不怎么熟悉 这个沿学游的家长 也逐渐进入到研究行列 家长在适应 沿学游行业呢 也在快速适应新变化 新需求 首先就是进场的机构越来越多 不仅由旅游平台 俱乐部参与 高校 培训中心 艺术机构 文化类公众号 都纷纷开发沿学产品 其次 沿学的产品越来越丰富 以前的沿学游 要么是去高校 要么是去博物馆 现在呢 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沿学游 什么古建筑沿学 摄影沿学 就连辩论和脱口秀都有相关的沿学 不过沿学产品大爆发的背后 也有一些隐忧 目前沿学在国内 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所以呢 对餐营的师生比 人员准入资质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这就导致好的沿学产品 就像在沙滩上找珍珠 不仅考验家长的钱包 更考验家长的人脉眼光和格局 你想有家长就说 暑假给孩子报了两个沿学营 花了一万多 但孩子回来后感觉没学到什么 更像是去捋了一趟油 在网上 关于沿学油 油而不学的问题 依旧是家长吐槽最多的 沿学油 它是带有旅游性质的教育产品 本质呢 它还是教育 只有把这当成重点 才能促进沿学产品的升级和优化 要不说 对于快速发展的沿学油 那也得好好的研究研究 好 继续回来 最近啊 还在太空出差的三位航天员 发挥了奥运观后感 他们说 每天休息的时候 会一边健身 一边呢 收看奥运会 这为他们的太空生活 增添了很多的乐趣 这就引发了人们的好奇 他们在太空 还是怎么收看奥运直播的呢 专家说 其实啊 三位航天员 在进入空间站的第二天 就把WiFi系统给装好了 这个WiFi系统啊 是由图片上这三颗卫星搭建起来的 中间这个呢 就是空间站 这三颗卫星构成了一个太空基站 专门捕捉地面上的网络信号 然后呢 这把信号传输给这个空间站 空间站的WiFi啊 也有5G网速 航天员可以比地面上的观众 提前看到这个直播 除了收看奥运会 人们还好奇啊 这三位航天员是如何健身的呢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啊 他们发来了一些视频 您瞧啊 这就是他们的健身房 里边有跑台自行车拉力器啊 健身项目啊 非常的丰富 他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 都要待在健身房里 因为他们要进行大量的运动 以此来缓解失众产生的生理效应 他们在这还制造了不少有趣的段子 比如这一段对话 汤洪波问聂海胜 哥 你不先吃饭吗 聂海胜回答 你们先吃 运动使我快乐 人们就纷纷感慨啊 原来空间站也是一颗快乐星球 要我说 这颗能收看奥运会的快乐星球 那也是咱们国家航天科技飞跃发展的生动见证 好 继续回来 前面就有媒体报道 南京不少社区打造邻里帮平台 将社区管理的各项服务进行量化 构建公分治理体系 有效解决社区的各种难题 据介绍 这些社区里啊 有不少是老旧小区 没有物业管理 那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 社区公共需求就日益多样化 这就对社区服务呢 提出了新的挑战 这邻里帮 小公分凸显的呢 是社区治理的新思路 平台啊 将志愿服务量化细化 比如探望空巢老人 社区巡逻 站岗执勤等等 每个志愿者 他服务一定的时长 就能获得一定的公分 这些公分呢 可以在平台公益商城 兑换日用品或者是相应的服务 那到了年底 社区还会根据这个公分的排名 得分多的将给予表彰 现在啊 这平台上注册的志愿者将近两万人 每月这邻里互助的服务呢 有五千六百多人次 服务时长大约有六千小时 不仅如此 平台针对八十岁以上的独居老人 还特别提供定制服务 最大程度要保障居民的参与权 大伙呀 是纷纷点赞叫好 这就叫邻里帮 帮出社区文明风 小公分 攒出满满正能量 好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瑞茨 奥运阶段反应 这说的是奥运会结束后 不少人出现了戒断反应 突然没比赛看了 于是呢 整个人从内到外 呈现出一种空虚的状态 感觉啥都不想干 啥都没意思 有点无聊了 为了找回这个热情啊 有人每天就盯着 这些奥运选手的社交平台 看看他们还有什么新动态 你像最近啊 选手回国后隔离酒店的视频 也成了粉丝的快乐源泉 还有人呢 关注起接下来的全运会 以及冬奥会 掰着手指头啊 在那期待着 要不说 这大概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 好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诺奖得主莫言 开通公众号引发关注 关于开公众号的原因 他说想向年轻人学习 公众号的备注啊 他也写了这么一句话 我是莫言 我想和年轻人聊聊天 其实啊 这不是莫言第一次拥抱新媒体 早在2009年 他就开通了微博 去年呢 他还开通了短视频号 尝试了直播带货 而在开通这个公众号之前 他还和别人合作过 另外一个公众号 可以说作为一个66岁的老人 莫言一直很年轻 这一次他开通公众号 不讲文学的深刻性 创作的专业性 而只是想和年轻人呢 聊聊天 唠唠嗑 这一下子就拉近了和年轻人的距离 那他都聊些啥呢 他聊自己 用了三个词啊 形容当下的状态 叫饭量大 睡眠少 体力好 他还聊追剧啊 说看了觉醒年代 但自己呢 只会看 不知道什么叫春会员 他还透露 如果不当作家了 最想做的呢 就是打铁 经过这么一番掏心窝子的聊天 网友纷纷被莫老的坦率有趣呢 打动了 表示要给莫老当铁粉 要我说呀 莫言开通公众号 与年轻人聊打铁 咱就期待 这打铁产生更多的火花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